鲍威尔要表演走钢丝 明天美联储到底会不会加息 我们先来看看市场各方的预期 美国财长耶伦的一句话 让整个银行板块集体狂欢 那么他说了什么 特斯拉今天爆出利好消息 股价大涨了7% 这个消息意味着 公司可以接触到一个千亿级别的市场 谷歌ChatGPT的竞品 Bard AI有了最新的消息 我们美国和英国的观众可能可以去玩玩了 还有英伟达的人工智能大会 推出了新的产品和服务 导致股价盘中拉升 我们今天也会来看一下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今天市场在消息面上总算有些消停了 三大股指都全线收涨 其中标普500和纳斯达克都涨超1% 道琼斯指数则涨了0.98% 板块方面 今天能源板块继续领涨 涨超3% 非必需品和金融板块涨超2% 公用事业领跌 跌超2% 明天就是美联储立会了 这可能是这段时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立会 美联储究竟要摆出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才可以既不加剧银行的危机 又彰显自己控制通胀的决心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各方的预期 根据CME市场的综合预期是明天有80%的概率会加息25个基点 而剩下20%的概率是完全不加息 那么关于到底加不加息有很多的说法 阿基为大家总结一下 一种说法是美联储一定要加息 不加息的话市场可能会认为银行的问题比想象中更加严重 State Street的投资策略师就说 如果美联储暂停 这释放了一个更大的信号 会让我变得更紧张 因为潜在的信号表示 银行问题已经逼得鲍威尔他们不得不把通胀放一遍了 但即便暂停不释放恐慌的信号 也会让美联储未来的工作更难做 Allianz的首席经济顾问Mohamed El-Aryan就强调 现在美联储已经深陷自己挖的坑里了 先是去年加息加晚了 然后上次会议又过早地放缓 从50放缓到25个基点 结果一连串火热的经济数据一来 鲍威尔只能艰难地向市场说 加息还有可能要提速 现在又要突然暂停 那就会让市场认为 美联储非常摇摆不定 不仅没有办法完成软着陆的目标 还让金融市场更加动荡 前段时间 市场就是因为不相信美联储 所以总是要对着干 而支持暂停的人 原因也很简单 银行危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平息 这个时候对美联储最稳妥的做法 就是什么都不做 根据南加大在硅谷银行事件后的一篇研究显示 有近199家银行都有可能不塌的后尘 再加息只会让风险变得越来越大 Wilmington Trust的债券经理就说 我现在最不想做的就是鲍威尔 美联储当前处在一个极其艰难的境地 一边是银行危机 一边是通胀 要怎么走钢丝才能够让大家满意呢 不仅是各个市场的参与者和分析师 美联储内部的分歧也很严重 美联储传声筒Nick昨天发的文章 就指出这种困境 他引述了很多现任和前任的美联储官员 来描述这种分歧 先是引述纽约联储分行主席Williams 在去年11月份的话 说用货币政策来缓解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最终会给经济带来不好的结果 货币政策不能试图什么都想解决 最后什么都不是 这翻译成人话讲就是 货币政策不应该用来救市 这对经济不好 就应该用来控制通胀 那么放在当前的环境中 就意味着美联储应该保持既定的加息步伐 不应该受银行危机的影响 前美联储副主席Clarida也说 应该加息25个基点 暂停只会让市场往更坏的地方向 然而前波士顿联储主席却认为 加息25个基点对通胀的作用微乎其微 但是可能对于金融环境有巨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不应该火上浇油 主张暂停观望 那么现在摆在美联储的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继续加息25个基点 但是和欧洲央行一样 鲍威尔需要说 会给予银行业充分的支持 也就是说记者会上得偏鸽派 一个是不加息 但是发言也需要相对硬派 表达未来会继续加息的 这次暂停仅仅是为了观望 阿吉认为 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还是要大一些的 因为每次美联储的决议 都没有超出CME的预测 只要符合预期 对于市场造成的动荡是最小的 至于往后会不会给银行系统 带来更大的问题 可能只能到时候再说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现在的银行危机 对控制通胀是有帮助的 根据蓬勃的金融环境指标 现在的紧缩程度 如果排除疫情 已经仅次于2011年的时候了 这就意味着 银行自己已经开始缩紧放贷了 那借不到钱的企业和民众 自然就会减少消费 从而拉低通胀 而这本来就是美联储 加息想要达到的效果 所以从这点上看 也预示着这次公布的点证图 中断利率应该很难比12月份的要高 银行已经自动收紧了 美联储就没有必要再推一把了 今天美国财长耶伦的一句话 银行股集体狂欢 也带动了市场的上涨 财政部要下场就是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 今早 美国财长耶伦在美国银行家协会上说 如果银行危机进一步恶化 政府会继续提供存款保证 他表示 监管层已经出台了适当的措施 来遏制流动性问题 但是如果需要 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 耶伦还强调 我们采取的措施 并不是专门为了帮助 某个特定的银行或者银行类别 我们的干预是为了保护整个银行系统 如果小机构遭受存款流失 造成风险蔓延 我们可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 这个行动指的就是要保护储户的存款 此话一出 瞬间扫清了市场的疑虑 体振了信心 去银行板块应声大涨 经过了硅谷银行事件以后 这段时间 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 在于下一个倒下的银行是哪一个 而如果倒下的话 美联储和政府会不会救 会救到什么程度 而几天前 耶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 不是所有未受联邦保护的存款都安全 这就让人感到非常不安 似乎在说 政府会放任一些银行失败 各个银行也不敢冒险 纷纷向美联储的贴线窗口 Discount Window借钱 保证自己的流动性 所谓贴线窗口 就是银行机构提供自己持有的债券作为抵押 然后向美联储借钱 在3月15号那周 借钱的数额已经突破了08年以来的新高 代表着银行们现在非常的恐慌 生怕自己无法应对下一个可能发生的挤兑 另一边 区域银行也组成联盟上述政府 说现在必须保证所有的存款都在政府的保护之下 才能够掐灭未来任何的挤兑潮 周一彭博就报道称 官员们正在研究怎么样拓展联邦存款保险的覆盖范围 知情人士透露 财政部想要看看自己有没有经济权限 可以暂时提高保险里面设置的25万存款上限 其中一个正在讨论的提案是分层付费的方式 让超过25万的储户支付一定的保险来保障自己的存款 但是反对的声音就问 这样的做法真的有必要吗 美联储和财政部已经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了 存款的情况也稳定下来了 也就是说在今天之前 虽然有消息表明政府还会采取更多的措施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消息像今天这么明确 表示政府还会继续就差 不知道鲍威尔和耶伦有没有事先沟通 如果没有的话 相信鲍威尔听到耶伦的演讲一定大大松了口气 因为财政部帮助美联储分担了一部分安抚市场的任务 让明天的利益决议不至于那么紧张 有了耶伦给的这些话 美联储明天就更有底气地加息25个基点 或许在之后的记者会当中 也会更加着重在控制通胀的篇幅上 下面我们来看个股的消息 今天特斯拉爆出利好消息 股价大涨了7% 这是因为昨天评级机构 穆迪上调了公司的信用评级 从BA1上调至BAA3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次仅仅上调一档 但是就这一档 对于投资者来说却是天壤之别 因为公司摆脱了垃圾债的名声 成为了投资级别的债券 那么晋升投资级别有什么好处呢 简单来说就是有利于未来融资 我们可以从市场规模上来看 根据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 SIFMA 2月份投资级别的公司债 发行来为1562亿美元 而垃圾债就138亿美元 大了不止10倍 而且基本上一直都如此 也就是说对于特斯拉来说 它未来发行的债券 将有更多的市场参与者 更容易融到资 很多像养老金等大的金融机构 为了控制风险 也规定他们的一些投资组合里面 只能持有投资级别的债券 另一边利率也会更低 目前穆迪BAA级别的债券 平均利率为5.6% 而特斯拉上调前的BAA级别 利率达到7%以上 那么为什么这次穆迪上调了特斯拉呢 根据他们的报告 穆迪认为特斯拉会在电动车领域 保持领先地位 公司的产品线在扩张 年底Cybertruck将开始生产 下一代新车也进行了预告 这两个新产品将显著减少特斯拉对于Model 3和Model Y的依赖 特斯拉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穆迪乐于看到特斯拉在扩张的时候对于效率的追求 预计EBITA的利润率将在2023年达到15.8% 是非常高的利润率 在财务和治理方面 穆迪也认为特斯拉的财务政策会继续保持谨慎 在过去三年 特斯拉偿还了约100亿美元的债务 现在的财务杠杆率 也就是负债除以公司股本 远低于一倍 公司管理层过往的记录 也在这次评级上调的考虑范围内 包括对于关键人物风险做出的平衡措施 换句话说就是 特斯拉对于马斯克已经没有那么依赖了 在投资者日 当特斯拉展现它的一众高层的时候 不少分析就指出 特斯拉正在修肌肉 告诉市场 特斯拉不止马斯克 还有这么多优秀的高层 穆迪还表示 公司的流动性将会继续保持良好的状态 预计特斯拉的自由现金流 在未来两年将会超过70亿美元 债务也很少 对于未来的展望 穆迪预计 特斯拉能够在日益激烈的汽车竞争当中保持增长 并且保持行业内领先利润率 阿基认为 穆迪对于特斯拉所有的这些论点 如果对比半年前 甚至一年前 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硬要我猜的话 大概率是因为投资者日 特斯拉明确表明要生产下一代车 而且给出了成本会下降50%的预估 所以穆迪根据这些信息更新了他们的评估 因为这是这段时间内最新的一个消息 穆迪也明确表达了 投资者日的信息 在这次评级考量的范围内 但不论如何 这样的结果对于未来特斯拉进行扩张是有帮助的 也是我们投资者乐于见到的一个消息 谷歌的新AI BARD开放给公众测试了 根据今天CEO Pichai发布的公开信 美国和英国的民众可以在谷歌的网站上 注册来和这个新的AI功能互动 信中写道 这只是第一步 未来我们会把BARD推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也会支持更多的语言 同时Pichai也感谢了公司的员工 除了开发团队以外 全公司有8万人参与了测试 不过CEO也说 当越来越多人测试的时候 AI也可能出现错误 受此消息影响 今年谷歌股价涨了4% 阿基不在美国 希望我们的美国或者英国的观众可以玩一玩 在评论区里分享和ChatGPT的对比 另一边 英伟达今天也公布了新消息 在年度的AI大会上 公司宣布推出英伟达DGX云服务平台 说是人工智能的iPhone时刻 这个服务平台的背后是一个超级计算机 旨在帮助各个公司训练他们的生成式AI模型 现在已经和微软 谷歌还有甲骨文进行合作 用户只需要通过浏览器 就会使用英伟达的服务了 极大的扩大了超级计算机的应用场景 不过这个服务老贵了 单价是3.7万美元一个月 也就是大公司才付得起吧 除此之外 公司还推出了Kulitho软件库 应该是这么念的吧 这个软件库改进了计算光刻技术 CEO黄仁勋说 芯片行业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其他行业的基础 在光刻技术处于物理极限的情况下 英伟达推出Kulithio 并与我们的合作伙伴 台积电 ASML和Synopsis合作 会使得晶圆厂提高产量 减少碳排放 并为2纳米及更远的技术奠定基础 阿吉不是芯片领域的专家 有一些和技术相关的名词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我从这个消息当中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 英伟达在利用AI的云服务 进一步拓展它的商业模式 让它不再是一个卖芯片的厂商 这对公司的利润率和收入的稳定性 有很大的好处 第二个 英伟达正在下沉到制造领域 和台积电 ASML等公司的合作就会看得出来 会扩大自己在芯片供应链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这对于提升公司在行业中的话语权 降低产业链的风险 也有很大的帮助 再次提醒大家 明天下午2点就是美联储的利润决议了 下午2点半 鲍威尔就会开机者会了 其他的宏观消息包括 周四早上10点 新务销售数据 周五早上8点半 耐用品数据 9点45 S&P Global 制造业服务业PMI 值得关注的财报有 周三盘后的Chewy 周四盘前的General Mills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吃素素不易 阿G学习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